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爸爸的大手 爸爸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 带我走过好多地方 看过好多风景 大热天 爸爸的大手给我拍打蚊子 啪啪 好多蚊子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一晚 当我疲倦的时候 爸爸的大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 让我带着安心入睡 爸爸的大手 还是一双灵巧的手 一张废纸在他手里 一眨眼就变成一把扇子 一朵鲜花 一匹驴子 一只鸟 不管是水龙头出问题 还是电气损坏了 爸爸东摸摸 西敲脚 不到半天功夫就修理好了 爸爸的手越来越粗 可是他的手 还是我最喜欢的一双手 我渐渐长大 什么时候 我也有爸爸 那样的大手 根据课文 为什么作者认为 爸爸有一双灵巧的大手呢 因为爸爸能眨眼间 把一张废纸 折成一把扇子 一朵鲜花 一匹驴 想一想 然后说一说 课文最后两段 所要带出的内容 课文最后两段 要带出的内容是 孩子对父亲的崇拜 蚊 蚊子 蚊子的意思是昆虫 例句 我们的房子已经装上窗纱 防止蚊子飞进 疲 疲倦 疲倦的意思是疲乏 例句 爸爸疲倦地躺在床上休息 废 废纸 废纸的意思是没有用的纸张 例句 我把废纸放进环保箱 尖 肩膀 例句 由于背着的书包太重了 导致妹妹的肩膀疼痛 闸 闸 闸眼 闸眼是形容时间极短 例句 妈妈的工作效率真高 一闸眼的功夫 就把院子打扫干净了 扇 扇子 扇子是摇冬生风的用具 例句 在炎热的中午 奶奶用扇子扇风 管 不管 不管的意思是不论 例句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爸爸都会克服 扇 扇是属于量子 用于马或步 例句 几匹马在大草原上互相追逐 损 损 损坏 损坏的意思是 失去原来的效能 例句 牙医告诉我们 糖果吃多了 容易损坏牙齿 修 修理 修理的意思是 是损坏的东西 恢复原来的状态 例句 哥哥把自行车的轮胎 修理好了 渐 渐渐 渐渐的意思是 表示程度或数量 逐步缓慢或增减 例句 晚上十点以后 路上的车辆渐渐少了 初 初超的意思是 不光滑 例句 爷爷那双 初超的大手 记录他一生的辛劳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猜字迷小游戏 你准备好了吗 字迷的题目是 一户一羽羽毛 猜一个字 一户一羽毛 是一个扇字 扇字的扇 字迷的题目 梁前诸后 是什么字呢 梁前诸后 是一个出字 出超的出 字迷的题目 窗户下有月亮 猜一个字 窗户下有月亮 是一个尖字 尖绑的尖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同学们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只要用心去做 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